哈喽大家好 我是张天 我等一下去 去咖啡店工作学个席 然后 晚上去健身吧 我现在在雪城 就是我本科的学校 然后经过各种方面的考虑 还有抉择 最后决定这一年 会在雪城 再赌一个研究生 然后我连生专业是 媒体和教育 然后来这边过度休息 但是工作跟谈恋爱 都不会停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村的 落日 我这一年大概就会在纽约了 然后会 也会在洛杉矶 回国也会比较频繁 多伦多电影节我也会去一下 然后就是可能会去日本玩 还有澳洲 这个基本就是我 接下来这一年的行程安排 大家好 我跟陈哥在一个神奇的地方 你为什么突然问开 猜猜我们在哪里 我们现在要出去吃东西了 陈哥你好高啊 某一路 为什么要我冲 香运 你冲 我怎么这么爱 我们现在在成都的火锅店里 我们现在准备吃火锅了 看我脸真的大 我脸真的大 耶 我们火锅来了 感觉很好吃 你不是肠面做好吗 吃火锅 第一个饭 吃火锅 这个好吃 它是美味的 哇,好好吃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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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了,拜拜 拜拜 生活上没有变化吧 就是正常学习正常工作 但是就是认识了很多的新朋友 感觉到非常开心 然后因为自己在节目上的形象 然后有被很多人喜欢 然后被很多人就是来评论 就觉得这件事还有点惊讶 然后也很感激 然后也非常的感激各种工作人员的新朋友 离开小屋之后呢 生活其实没有太多的改变 如果要说唯一的改变就是 生活里面多出了一个喜欢的人 然后这个喜欢的人呢 让就是我生活里面每一件事情可能都变得更美好一点 然后也有被人认出来过 就是考驾照的时候啊 还有就是取快递的时候 基本上都是在狼狈的样子的时候被认出来的 小屋里最打动的瞬间是最后一天告白的时候 然后在小屋外 小屋外的瞬间就留给我们自己吧 因为陈云诚他是一个 因为陈云诚他是一个 我之前就说过嘛 他很包容 然后也是个复杂的人 他性格很多东西 在节目外会展现得更加的多跟丰富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相信陈哥是一个 又复杂又有魅力 还很包容的人 大家可以安心的行为啊 我想最深的一天是在最后告白 就在小屋里面有很难忘的瞬间 然后就其中两个例子 就是我记得第一天陆住小屋嘛 然后我是中午管的胡子 然后就北京天气非常干燥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天气干燥人 然后当时就胡子不知道为什么晚上就自己长出来了 然后我就想第一天见面给大家一个好印象 然后我说我就自己抽空回去 然后踢一下胡子 然后踢完胡子 然后发现我那个嘴那个好像过敏了 然后就一圈都是红的 然后我就想完蛋了 就是又怎么办 然后就全程就是后面在跟其他嘉宾说话 基本上都是手就是这样捂着 然后去跟他们说话 然后就当时就觉得 觉得这样做会被别人觉得我在装酷 然后还会着急的就是 后来我们吃完饭 然后我们也是第一天几个人聚在二楼去玩游戏的时候 不知道为什么就玩游戏很紧张 就好紧张 然后腿就抽筋了 然后我就 但是我又不能表现出来 然后就强忍的痛 然后跟大家玩玩游戏 我和张天第二次约会的时候 我记得张天那一天穿了一身白色的衣服 然后他回头的那一瞬间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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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字幕志愿者 好 结束